我们今天来看的是Santara这个社区 也就是著名的水晶湖社区的一个新房子 这是我身后的这个60尺宽的一个新房 我们就走进去看一下啦 这套房子就是一个60尺宽的 在Santara算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户型了 因为它60尺宽所以它的地就会比较大 我们之前所说过房子越宽 说明房子档次就会越高一些 但是60尺宽在Santara这个建筑商 它叫叫什么来 忘了叫什么名了这件事 然后这个建筑商只有47万2000美金起建的报价 所以这个房子真的就是显得特别的 起价是特别实惠的 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当然了整个Santara由于现在周围还有点荒 它的规划是比较大的 所以Santara现在的报价确实不是很高 它这个小区呢是有很多规则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商 它所在的这个学校 是一个KT学区的学校 但是它的学校呢其实是B级的 但是呢这个由于Santara这个小区太大了 所以它还是有比较差的学校 叫Royal ISD的这个区块的学校的 所以你在Santara买房子一定要看清楚 你买的这个房子所在的学区和区块到底属于哪一个 并且呢Santara还有一些的物业费是1000美金 有一些1400美金 有一些1600美金 这是因为它的这个大的泄湖 也就是水晶湖还没有完全建好 那个大泳池还没有盖好 在没有盖好的时候呢 它就是1000美金一年的物业费 盖好了之后不带大门的区块就是1400美金一年的物业费 带大门的区块就是1600美金一年的物业费 Santara这个小区的地税比较高是3.58%的税率 由于这么高的地税 也是它这个周围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的支持 因为这个社区它分了三个county 一个是Waller County 一个是Harris County 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呢 还有一个county我都忘了它叫什么名了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以前都没什么社区的county 现在就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由于它是三个county来分这个地税 并且是三个county来管理这个社区 所以这个社区每一个区块的规则就相对有点复杂 可是不管怎么说它现在的价格便宜 那就真的是只要价格实惠 什么缺点或者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忍 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卖点就是它的水晶湖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呢 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它的旗舰面积是2900尺 然后这个房子有四个卧室三个半洗手间 可以加一个放映厅电影院 但是现在的这个样板间没有加电影院 如果你想做的跟这个样板间一模一样 那就大概在五十五六万美金的一个价格区间 但是呢有的时候样板间的一些装修 在您实际的房子当中是没有办法做的 这个悬建中心也就是这个建筑商 就不会做的跟样板间这么好 这么一模一样的精致 但是您可以做一个大概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60尺的这个Santara样板间的整体的感觉 虽然这个样板间的色调也是以棕色为主 但是一进来就是一个很典雅的棕色色调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套房子啦 如果您对Santara的这个社区很感兴趣 或者对水晶湖这个社区很感兴趣的话 欢迎加微信或者给我打电话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Santara这个社区的整体感觉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GG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小区呢 是在KD北边的一个新开的小区叫Santara 更多好房资源上休斯顿好房网 我们把链接都写在了下面评论区里 别忘了看我们的网站哦 这个小区的中文译名可以叫水晶湖 因为呢这个地方会建一个人工沙滩 然后有很大的一个湖泊 整体小区的规划是非常好的 这个小区目前连样板间都没有 我们拍的一个视频只是其中有一个一层的户型而已 如果您对这样的以后的规划会非常漂亮的大型社区感兴起 就请看下去吧 Santara的开发商是Lantegis 这个开发商的又一例座 他们之前所做的几个大型的水晶湖社区都是非常有好评的 现在视频上看到的都是他们刚刚盖好的几个其他的社区的视频 水晶湖的标准呢都是3.5个英亩那么大的湖泊湖面 也就是差不多4个标准的国际赛场是足球场那么大 然后旁边会是白色的沙滩所以才称为水晶湖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开这种帆船也可以开皮滑艇 然后它的沙滩上面会提供免费的这种椅子啊凳子啊或者是伞啊等等的 很多的这个沙滩上的运动比如沙滩排球等等全都有 然后社区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活动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这个度假式的社区 这个也是他们主打的一种模式 在德州像在休顿还是有海的 但是海面并不是很漂亮像这种度假型的社区呢是非常多的老美特别喜欢的一种形式 你看皮滑艇什么都在上面了 那它的税率呢是3.5多一点 这个税率高也是因为整体的社区环境是非常棒的 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拉到现在的这个石景地上来看一下石景地是什么感觉 我们现在看到的航拍图就是目前的石景地 那现在所有的道路都已经修好了 有很多的湖的一些雏形已经挖好了 但是它的活动中心还有它的这个沙滩还是没有做好的一个状态 当然了在现在这个状态当中是价格最好最起步的一个状态 我们会很喜欢像这样的像我们国内叫什么损盘类的社区 因为像这种社区现在您购买或预定的话的价格是最好的 是它最初的初始价格 整个大型社区的整体战地是1036英亩 所以非常大我拍的这一部分也是只是第一个section而已 那第一个section会挨着另外一个Kitty的很漂亮的社区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渐渐的有房子的这个地方呢是另外的社区 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水晶湖社区 那它就是只是挨着这种成熟社区而已 那隔壁的这个社区的价格呢大概都是在50至80万美金左右的 那水晶湖社区目前有便宜一点的有30万以内的房子 一层的也有比较贵的带大门的未来会六七十万的房子 那如果你现在购入的话整体的价格会拉的比较低 那但是呢也是如果你买了现在的这个房子 那么您住进去的时候可能整个社区的出现的感觉还不是非常好 你还是要等一段时间社区才会逐渐的繁荣 然后做的逐渐的完善的 今天我们看的位置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地图上的一些规划 然后我画的这一条就是99号高速公路 这条就是10号高速公路 所以它是在99号和10号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周围的很多的地方已经被开发成了小区了 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开发的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 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也有看到 我们拍的是大概这一部分的一些情况 就是这一部分 它已经把这个地都挖好了 然后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周围的其他的小区 比如说这个是商队完善一点小区 往下面走这是一个全定制小区 周围零零散散的有一些小区 中间还是有空地的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说是非常完善 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起步 像这种损盘吧 以后的升值空间还是很大的 但不能说是现在周围很完善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到亚洲城的距离是17分钟 Costco的距离是19分钟 就是走local一直走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到KT Mill的距离也是十几分钟这样子 如果您对这样的社区感兴趣 就请联系这里 休顿地产团队 水晶湖社区开售啦 别忘了登录我们的休斯顿好 绑网获取更多信息